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莫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学过了流程共同的睡觉结构 睡觉结构 咱不用怎么讲 对不对 还有分支结构 难道回忆一下 分支结构 咱们是不是按功能把它分成了几种 单路分支 双路分支 多路分支 以及 对 朝着分支 对吧 分成四种结构 这四种结构 咱是什么分呢 按功 对 按照咱们始终的需要 对不对 用到哪种 咱们就使用哪种 是这样的吧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 是咱们程序中开发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对不对 那他说了 只要程序有三种结构 什么程序都可以写出来 碎一结构 分支结构 分支结构已经结束了 还是什么结构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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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复执行的代码 你每次比如说需要十遍同样的代码 你是连许写十遍吗 复制粘贴 嗯 复制粘贴可以对不对 那妹子 假如说复制粘贴你出了十份 对吧 那假如说我要你写一千份呢 一万份呢 太难受了 粘贴 是不是 你要复制粘贴都那么粘的 最主要是就算复制粘贴可以 对不对 那假如说 我让你一千份 我让你改成续的时候 比如说你改成五十份 你是不是得扇音堆动一下 对吧 然后我再说 你不是同样功能复制了一千份吗 对不对 我说把里边的某个功能改一下 你这时候是最痛苦的 一千个地方都得改 对不对 所以说程序有一个什么 这是有一个结构 干嘛 只要是同一段代码连续执行几次 比如说连续执行两次以上 那我们就要用循环结构来做 相反基础是连续执行的 对 那我说不连续执行的 能不能用循环呢 对 没有规律的 是不能用循环的 对吧 比如说 咱比如说 假如说 妹子 假如说是干嘛呢 假如吃饭嘛 对吧 那如果是有规律的 比如说两个小时吃一顿饭 对不对 你不爱吃吗 你不就两个小时吃一顿吗 比如两个小时吃一顿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假如说你就是干吃饭那个活 就干吃饭那个活了 两个小时吃一次两个小时不干别的 对不对 那这样可以用循环 对吧 那如果是你吃一次饭 然后呢 你不能说这个时间两个小时都在吃饭 对不对 对 然后去干别的事去了 对吧 然后又到两个小时吃一顿了 又开始吃饭 然后又干另外一种事去了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中间会穿扎其他的结构 你就没法用循环 听懂吧 所以呢 必须是连续的同一件事 一起执行的时候才能用循环 听懂吧 嗯 所以说 在循环在那个程序里边 用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比如说像这样的列表 对吧 咱们需要便利 也得用循环 对不对 数组的便利需要循环 表的便利需要用循环 对不对 总之有规律的东西 咱们都得用循环 那么咱们在分支结构中 刚刚说了 按照功能是分四类去用的 咱们说了 有那四类 你什么样的程序 做分支都够了 对吧 那循环呢 它不是按功能分的 但是它也有几种循环 咱们看一下 循环一共有哪些呢 分支是单路 双路 多路和 潮状 对不对 循环 怎么的 有外后循环 有度外循环 有后循环 有后循环 对吧 有这么四种循环 看到了吗 它们不是说 像一副一副那 说我用到这个就只能用单路的 我用到这个只能用双路的 对不对 对吧 循环不是这样 像外后循环和副循环 它们都是循环 有可能是干一样事的 对不对 那这几个就不能说 有的时候循环的时候就抉择了 我循环这个 我用外后循环的还是用风循环 当然了 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高手 稍稍吹点牛 像我这样的一个高手的话 如果我写代码的话 怎么的 该用什么循环都不用动脑想 上来这个 我听手感就只能用外后循环 还是用风循环 对吧 但是大家新学的时候 也有可能会抉择 用哪个循环 对不对 那原则上不用去研究说 非得找个功能上的差别 比如说好多人都问我说 外后循环和副循环 问我什么问题 他说什么循环 能用外后循环完成的 然后什么循环 不能用副循环完成的 就是好多人都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那我跟他说 找到他们怎么的 这几个就是详细上的功能上的差别 是没有意义的 最主要 抉择用哪个循环 应该选择什么方式 应该选择 哪个循环使用方便 就用哪个 知道吗 这是最主要原因 另外呢 这一循环虽然大家还没接触过 咱们一会用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了 那这里边呢 妹子以前听过循环的话 比如说 大家有可能以前是家伙成软 你听过外后循环 也听过度外后循环 也听过风循环 对不对 但是那个高吐女阵 这种循环 妹子听过吗 没有 没有啊 如果做过细缘的成员 有可能你会了解 沟吐语句 知道吧 这个呢是用法是有争议的 好多人都认为了沟吐会破坏程序的结构 对吧 那在细语言里边存在 别的语言里边 比如在西家家里边都建议把它去掉 然后在家伙语言里边呢 就因为它会破坏外面样对象的结构 在家伙随面样对象里边呢 把沟吐就去掉了 那PAP在新的版本里边又把它加回来了 那也就意味着在老的版本里面有 对吧 曾经在经典的版本 PAP5.2的版本里边 有这没有这个 在5.3和5.2有一个大的特性的改变 是5.3之后就把这个加回来了 听说吧 跟细语言类似的有个沟吐 后边拿到沟吐的时候再详细详细特性 那除了上面有四种循环之外 那处理循环呢 还有一些什么 特殊处理循环的语句 比如说 循环如何让某次循环不执行啊 对吧 循环如何按指定的遇到一些情况 或者退出啊 这些呢都是特殊的语句来处理的 或者程序我如何向上的宗旨啊 对吧 总之呢 这节课咱们就让大家重视一点东西 就是循环对于我们程序开发 是完全离不开的 这种啊 离开循环 或者是像前面说的离开衣服与俊那些分支结构 你一般的成维都写不了 这种啊 所以呢 循环结构大家一定要重视下来 但是呢 不是什么难点 好多人刚理解的时候有点不太好理解 但是跟着高老师和妹子一起把这个 咱们好好弄明白的 好吧 那这节课咱们就 让大家稍稍了解 循环 也让大家知道 循环一共哪些种 然后咱们再分别学习 其中的某一种 对不对 一个一个把它 把它什么 把它弄费就可以了 好 那这节课咱们就 啊 接到这里 主要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什么是循环 OK 啊 具体的循环怎么做 那是下节课咱们开始内容 好吧 谢谢大家 这一课咱们就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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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